加油站裡前車剛離開 後面連接車就高速衝過來 整個開上加油倒還用力回彈 意外過後不只連接車頭 凹唇V字型 擋風玻璃破裂 兩台加油機也被撞到連根拔起 天花板油管搖搖欲墜 汽油噴的滿地都是 凌晨接近一點 台中溪屯中期路三段加油站 發出碰的一聲巨響 加油站員工被嚇壞 也通知站長到場 幸好沒人受傷 床貨的61歲流星駕駛 就測值0.34已經超標 單位自己辯解不是故意的 而是為了提神才喝了一點藥酒 检方調查這台連接車 從新竹載貨要到彰化繡水 中途下中青叫得到加油 目前加油站損失還無法估計 可能一個月都不能運作 需要公司評估才能恢復營業 記者詢問陳華爾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